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今年刘亦菲在美国的故事 饰演人间热爱的大美女黄亦梅 这种万人名的设定 找刘亦菲演是找对人了 刘亦菲美得天天迎接讨论 六月古装剧 男神也不少 先是墨语云间 让王新月爆红 继续有炎心记 龙依稀 动画年张力赫 解离霸平 以下是六月录剧 角色热度榜 踏步诗 一起来看看吧 六月录剧 角色热度榜 踏步诗 真的太帅了 何希戏份不多 但这个角色被林依演得太酥了 林依长得帅 还有着大长腿 穿上飞行员制服超级迷人 她实验的何希是一个飞行员 也是玫瑰的飞行教练 这位年下弟弟很会打直球 对玫瑰的好感 明明白白写在脸上 但丝毫不油腻 何希看到玫瑰来学开飞机 一向唐颜女学员的她 主动说要当玫瑰的教练 还为她修摩托车 找借口接近 后来玫瑰终于能够独自飞行 何希为她拍照发朋友圈 何希好奇地问她 你对每一个单飞的学员 都会发朋友圈吗 何希说 只有金牌学员会发 何希又问 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何希一个 就只有玫瑰最特别呀 6月录剧角色热度榜top9 赵金麦饰演杜华年李荣 在墨云间千余年之后 古装剧又迎来一位长公主 杜华年赵金麦饰演的李荣 是大下场长公主 前世她嫁给裴氏一族的长子裴文轩 然而别人先婚后爱 他们是先杀后爱 一对夫妻成了怨偶 而李荣上辈子为家为国 最后却不得善终 后来重生 她想改变命运 没想到又一次嫁给了裴文轩 杜华年是两个中年人重生的设定 这位长公主全是滔天 运筹帷幄 人设其实很带感 不过观众普遍觉得 张金麦和张力和都没有演到位 两人的角色设定是顶着年轻人的皮像 骨子里却是沧桑的中年人 但两位演员都没有演出中年灵魂的感觉 被说像小孩子 不过外形倒是很搭 剧情设定很甜 张金麦这次的古装扮相 相比之前在玲珑或好评 六月录剧 九三入度榜 TOP8 吴景岩饰演 墨云坚 薛芳飞 吴景岩自演写攻略之后 前几年推出的浩兰传 青春创世纪 幸福还会来敲门 口碑评价都很崩 所以本来大家也不看好墨云坚 没想到这部剧意外成为上半年黑马剧 吴景岩演《复仇大女主》太对味了 网友都笑说 吴景岩就长着一副宅斗 宫斗大赢家的脸 大家明明知道他会赢 但就是想看他怎么赢 墨云坚薛芳飞 是个美丽又有才华的县灵之女 本来以为嫁了个良人 没想到知人知面 不知心 丈夫沈玉蓉不仅恶她名节 还想活埋她 薛芳飞九四一生 侥幸逃出后 被江丽所救 然而江丽含冤而死 薛芳飞为了复仇 于是便借了江丽的身份 回到江家 刀继母复仇扎父 期间也和肃国公萧横结缘 六月陆剧角色热度榜 踏步七 龚俊饰演《狐牙小红娘》 月红片《东方月初》 《狐牙小红娘》 月红片找来龚俊和杨幂搭档 原本是万众瞩目的重磅古装剧 播出后成绩却不如预期 热度不放量和口碑 完全被青云年和墨云间压着打 《狐牙小红娘》 整部剧的话题 全都来自演员阵容 没什么人在讨论剧情 龚俊在《狐牙小红娘》 实演《东方月初》 不同于山河令的妖孽霸气 东方月初是个有点可爱的弟弟 他小时候为了躲避 被虎仙鹤仙取血 逃入了狐族居住的涂山 并被涂山红红救下 这之后他就成了 妖仙姐姐的小跟班 龚俊的古装还是蛮帅的 且《狐牙小红娘》主角杨幂 和龚俊都自带话题 两人依然是六月高热度的陆剧主角 六月陆剧角色热度榜 TOP6 王新月饰演墨云间 肖横 没想到墨云间 王新月竟只有第六 王新月世纪徐凯之后 又一个被愚政力捧的男性 去年推出《我有暗相来》 就小有话题 今年更以墨云间肖横一决 胜势大涨 好多人追墨云间 都陷入肖横魅力之中 墨云间肖横是当朝宿国公 身处高位 身受皇上器重 然而又是一场变故 肖横的父母身亡 从此养成了肖横 生性梁博的个性 这样梁博的男人 遇见薛芳妃时 最初也是在看戏 甚至只把薛芳妃 当成一个有趣的棋子 然而戏看着看着 肖横却成了戏中人 爱上手里的那颗棋子 肖横这个角色 真的太有魅力 和薛芳妃之间 禁忌感 纯爱感拉满 超好客 6月陆剧角色 周图榜Top5 张灵鹤饰演杜华年 裴文轩 杜华年裴文轩 和宁爱如梦谢威一样 都是腹黑男 不同的是 宁爱如梦谢威 看起来就一脸的不好惹 杜华年裴文轩 则伪装成窝囊废 实际腹黑深沉 裴文轩心中有白月光 却不得不成为公主驸马 婚后她想爱公主 但两人之间 又隔了太多沟壑 重生后 裴文轩倒是比以前 更只求表达爱意了 哪怕被公主丢进池塘 被逼着吃灰过敏的食物 她依然一直为理容着想 是个蠢爱男 张灵鹤的古装扮相 依然好看 她和赵姐妹的身高差 自带猛感 不过演技仍然被吐槽 许多观众认为 张灵鹤不太适合 演赴黑男 她看起来 轩无诚服 演技也跟不上 角色看起来 就少了点味道 6月陆剧角色 热度榜 Top4 龙云熙 饰演 颜辛季 江星白 古装男神 龙云熙又回归了 这次龙云熙 在颜辛季 饰演江星白 人设很特别 她是个脸盲男主 江星白 为补牙丝大总补 因为小时候 头部受撞击 瘀血 压破头脑 因此患上脸盲症 脸盲的她 意外结识了 会不受控制 变身的江湖游艺 颜男星 江星白 是唯一不在乎 颜男星外貌变化的人 两人三接三离 其中一次大婚 超好笑 上一秒 江星白和颜男星 还恩爱爱 甜蜜发糖 下一秒 颜男星却忽然变身 在洞房花竹叶 变成了一个操汉子 气得江星白都无语了 尽管老婆这么特别 但江星白依然爱她 在危机当前的时候 甚至宁愿自己痛苦 要撇清和颜男星的关系 就为了保全她 两人是真爱呀 6月6剧 角色热度榜 Top3 张若云 饰演庆语年第二季 范贤 庆语年 范贤仍然是高居第三 庆语年第二季 依然是熟悉的味道 范贤时而搞笑 时而真挚 不过庆语年第二季 更加黑暗深沉 第二季 老金头 赖明成等角色的结局 都带给范贤很大的冲击 范贤也越变越成熟 而即便国家贪腐当道 黄泉 势力难为 范贤都毅然坚守 心中的底线 试图追寻心中的正义 张若云 不是第一眼帅哥 不是大众审美里的 高颜值美男 许多网友 常常会毒舍 他的外形不过好看 但张若云演戏 却能让观众感受到魅力 只要点开他的剧 就会被他吸引 现在 《青云年第二季》播完了 就问演员们 第三季 什么时候来啊 别让大家再等五年了 六月录剧 角色热度榜 Top2 林更新 饰演玫瑰的故事 方谢文 美国的故事 有霍建华 林依 彭冠英等 各色美男 然而整部剧 唐龙度最高的 却是林更新 因为他演的方谢文 实在是太让人生气了 方谢文对玫瑰一见钟情 之后两人结婚 婚后方谢文 一直很自卑 最终自卑 慢慢变成了控制欲 他害怕玫瑰太优秀 于是就折断 玫瑰的翅膀 把她关在家里 美国的故事 方谢文的种种举动 都让人忍不了一点 玫瑰穿裙子去面试 她要管 玫瑰得到工作 她没跟玫瑰说 就把机会给拒了 还在玫瑰手机里 安装定位软件 监视玫瑰的一举一动 这换成谁都会窒息呀 方谢文 其实对家人很好 但就是所作所为 和让人无法接受 她和玫瑰是错误的人 一起走到婚姻里 两人不合适 才造就这场婚姻悲剧 6月 陆军角色 肉度榜 Top1 刘亦菲 饰演玫瑰的故事 黄亦梅 冠军就是玫瑰的故事 刘亦菲啦 不得不说 刘亦菲的号召力 真的很厉害 从梦华路 去有风的地方 到今年的玫瑰的故事 今年刘亦菲推出的 每部录剧 话题都很高 而且一开步 刘亦菲都会直接空降 各大角色肉度榜单 她的明星光环 真的厉害 这次刘亦菲在 玫瑰的故事 饰演的黄亦梅 是个人人都爱她的大美女 有女友的男人 见了她就心愿一马 更是让庄国栋 方谢文都对她一见钟情 这种外人迷女主 如果找个不够经验的演员来演 绝对被网友群嘲 但找刘亦菲演 是找对人了 据中一种男子 为黄亦梅着迷的死去活来 刘亦菲来演 很有说服力 好了 看完以上六月录剧角色 肉度榜特不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点评论区留言吧